积极休闲农业区在积极政公所的支持下 最近推出logo设计征选的活动 总奖金有7万元 主办单位希望有优秀设计能力的乡亲 都能来报名来挑战 打造积极休闲农业区的专属logo 投稿直到9月10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 积极休闲农业区成立多年 但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宣传logo 最近在公所的支持之下 举办logo设计征选活动 欢迎有能力与设计想法的民众 踊跃泡名参加 希望说我们可以集结我们镇内的很多元素 包括香蕉 火龙果 火车 自行车等等 为了奖励设计力 我们现在是非常讲究一个设计的时代 希望说设计力来拼我们这个奖金 我们这一次总共准备了第一名三万块 第二名两万块 第三名一万块 以及两份的加做五千块 共五个得奖的名额 可以给我们这些参赛者们 那我们希望说既有这一次就是 广结大家的一个创意的巧思 可以让我们的积极休闲农业区 有一个比较聚焦的一个logo形象 那在未来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logo的形象的话 就是做一些周边的产品 积极除了是观光小镇 农产也是相当丰富 最有名的就是香蕉 巴勒 红楼果 另外还有保育类动物 石虎 随着疫情组建好转 主办单位希望借此活动 让大家会想起积极镇的休闲农业与观光产业 主要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只要是跟那个有设计有相关的 有这样子的技能就可以来参与 那可以带入我们积极的产业 包括是香蕉 火龙果 巴勒 荔枝 都可以添加进来 只要是跟我们修区的一个农业有相关的 希望说我们有兴趣的 各位学习设计的这些成年人士 或者是学生 都可以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参加办法 然后把握时间赶快报名 然后希望你可以得奖 休闲农业区logo设计征选活动 从即日起到9月初时 有兴趣参加的民众 可以到主办单位的社群网站查询 也能够询问积极镇公所的农业课 记者双金服积极镇采访报道 记者双金服积极镇公所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